挖大便 大便齁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回來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歐的美 是的你們沒有看錯 前面已經蓋了一大座橋樑 有沒有 這一大座橋樑 右邊跟左邊放那個很像 很像那個 城堡的走廊 很像城堡的走廊 感覺有跟沒有一樣 我自己覺得其實還好啦 我主要茉莉只是蓋一個平台 讓他們可以套在上面而已 那之後呢我會在 周圍再做一些圍牆 好不好 那做一些圍牆的話呢 防禦面會更強大 他們會比較容易 比較沒有辦法進來 再來呢就是 如果圍牆蓋好之後 我會把我們家裡所有的南方巨獸 都設定為巡邏 他們看到生物就會把他咬死 不用懷疑 然後他會幫我們生殘肉 非常的好 不用我們自己去殘 他會幫我們把他咬死 然後殘肉出來 這樣子 然後他們本來原本在左邊 最小一塊擠著跟什麼一樣 你看現在在這個平台上面 多爽 自由奔放非常好 這就是我昨天晚上 辛辛苦苦弄出來的東西 昨天晚上 弄了有點久 因為光是這個地基就要幾百個石頭 石頭是最麻煩的東西 踩了有點久 不挑倍率的話 基本上是要踩 可能到今天還踩不完吧 然後各位兄弟們也看到了 我的等級本來從原本的幾等 9、90幾等 還不到幾等 因為倍率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我製作還會升級 已經到259了 這一切都一切了 都是為了我們 的設施 我們的防禦面 然後你們看 這一隻幾倍龍 開始搞另外一根柱子了 非常好 我為什麼會下來這個地方呢 因為有兄弟們說呢 我們到後面抓到了生物 我們可以在這邊 就是用神移寶貝球把它丟進去 然後站在這個上面抓 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提議 因為那時候我是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不過有兄弟提醒我 我覺得這還不錯 那 因為我們還沒有風神翼龍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平台可以站著 再來就是說呢 要抓 要用神移寶貝球抓那個生物 也是有風險的 因為除了高低差之外 就是正面衝突了 就是正面衝突了 正面衝突的情況之下 你寶貝球要扔得到 抓得到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呢 我個人是覺得 要先抓到風神翼龍 再說 或者是說 你在一個高平台上面 去抓暴龍 擊被龍 齁 才有可能啦 才有可能用這種方式馴服 不過我覺得 唉唷靠要 別鬧啦 煩死了 終於一天我把你宰掉 嚇死人了 每天 每天 每天睡覺 在那邊 蹦蹦蹦 你以為是蹦蹦哥嗎 齁 好啦 再來呢 我們看到這一隻有沒有 菁英嘟嘟暴龍 欸不是 菁菁 菁英嘟嘟鳥 菁英嘟嘟暴龍長這樣嗎 不可能 齁 這一隻呢 算是野生的 然後 可以抓取的 因為他身上沒有發光 所以說 我要來抓他 他不知不覺 身在我們家下面 然後呢 我想要先設定一下 被動攻擊 我怕我的生物會去攻擊他 他應該是很好暈 他應該是很好暈 而且今天怎麼卡卡的 我等一下想要打一下生怪 那個消滅怪物的指令 不然好煩喔 我看我要在哪裡訓服阿 我站在這個上面有沒有辦法 站在這裡 然後 我怕 我怕 我怕他等一下 好 在這裡不錯 許是你了 有了有了有了 還好 還好還好 這就是 這就是所謂高低差的抓法 哇 這高低差也太高低差了吧 啊~~ 也阿妹 欸 他怎麼了 他要開始逃跑了 修想逃跑 啊啊啊 你是我的 我要掉麻醉速度好快喔 還好我會做洩藥 欸欸 大哥 你也太猛了吧 好吧 欸 他可以騎 可是我太重了 不然這隻騎也是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一個載具阿 移動速度超快的 喔 其他人都在下面了 我可以放在這裏好了 站在這裏 非常的突兀可以當誘餌 把敵人引誘出來 你說是不是 你走路速度超好笑的 有點喜寒啊 ok 那我們今天呢阿根廷居 你們也看到我們抓到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看來在抓其他生物好了 下來下來下來 我還想要不要用阿根廷居 因為他右鍵可以抓生物 可是我體力沒有點很高欸 怎麼會這樣咧 而且移動速度也沒有很高 而且想說要不要把他練一練 嗯算了算了算了 我覺得阿根廷居先放著好了 我們還是騎我們原本那隻高等 負重又高的那隻生物好了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吧我覺得 欸對了對了 欸不要跟著我 不要跟著我大哥 你好好留瓜帶在柱子旁吧 好在出門之前呢 我要開始燒一下鐵阿 之前有一集不是去洞窟冒險嗎 然後去洞窟冒險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弄到了很多金屬阿 那我就是做了很多火爐阿 我要把金屬拿出來 趕快燒啦 趕快燒才是重點 應該是可以燒很多啦 我現在做了六個嘛 那應該分開燒應該是ok的 然後 拉一點木頭出來 分開分開 這平均分攤 分攤燒是最快的阿 是不是 阿 每一個爐子各五十幾個 看應該會比較好一點吧 阿不知道怎麼又開始卡又開始卡了 到時候呢 又要想辦法讓那個周圍的生物清清清清掉一遍阿 這個問題好像目前沒有任何解決方案 就只能使用指令去清掉他們阿 分開燒分開燒 這種是最有效率的方法阿 感覺好像平均分分配的不均阿 不均還有多 隨便阿 隨便阿 懶得平均分阿 就大概這樣子吧 ok 唉好還有22個 全部都給你 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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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ok 繼續燒你的鐵吧 感覺到有點熱 還好啦 好吧 我們今天再去找一隻 我是希望能夠抓一隻精英的阿 還是抓前面那一隻火屬性的阿 還是抓前面那一隻火屬性的阿 火屬性的不錯吧 這些生物越來越多隻了阿 難怪我會卡 會卡不是沒有原因的阿 你看都卡的這個樣子阿 天阿 我已經能夠想像地動 地動的生物會多少隻阿 我一眼望去全部都是海中生物 我想抓那隻火屬性的阿 頭屬性看起來蠻帥的阿 還是我們要去抓精英 我記得在附近我抓到一隻精英疾背龍 不是抓到是有看到 這可以暈嗎 抓一隻猴子好不好 可以耶 猴子丟大便阿 猴子兇兇 猴子不要跑 猴子要暈倒了 我敢跟你說猴子要暈倒了 非常好 百年難得一見的巨型猴子 就在我手中 你是吃什麼的 等一下誰咬我 走開 你們真的很煩 欸好多隻阿 走開 還好我這長矛攻擊力蠻高的阿 沒了吧 走開 都去死 不要打擾我好不好 你到底是吃果實還是吃什麼啦 這看起來就像是吃果實的樣子阿 看我知道徒手徒手挖果實餵他阿 本來應該也是隨便吃那一種阿 欸 走開拉 我不需要你們阿 在那邊愛事 這個你也愛事 植果 吃植果非常好 還好還蠻好抓的嘛 OK的拉 欸不夠阿 欸你也太太挑 我沒我沒給你抱歉 欸站起來站起來 可以騎乘 哇 然後我太重了也不能騎他 挖大便 大便齁 右鍵就是大便 左鍵是什麼 那個 西鍵是什麼西鍵沒有什麼批用 好 好吧 既然抓到你也幫你帶回家 我可以做幾顆 20顆會不會有點多阿 做10顆就好了 好就做9顆 好 然後呢我想一下 OK先移到旁邊一點 不然你要抓到這隻就麻煩了 好 金屬鎬 金屬鎬 金屬鎬先把他代替 好 抓你抓你 猴子呢 一球入魂 3 2 1 有沒有 我越來越熟練了 我應該去打直棒才對阿 我應該去打直棒才對阿 今天這一集真卡 好啦不管了我們下一個目標就是你 好不好 屬性幾倍龍 既然都出現在我們家裡了 不抓人就太對不起我們了 真的 我們家又要添一筆 添一筆戰力了 不過呢 據說 即便龍掉麻醉速度快到跟什麼一樣 比南方巨獸龍還快 我不知道有沒有把握抓得到 但是呢 我覺得用神奇寶貝球把他抓住的 信不信 一切都是 看運氣 用我的一球入魂大法 好可愛的吼吼 先幫你放在上面感覺比較安全一點 你還不起來 唉唷 唉唷 你跑好快阿 嚇死寶寶了 嚇死誰阿 太爽了 好了 我們去抓那隻屬性的幾倍龍 嘿嘿 爽阿 這個有點危險阿 我覺得這個風險很大 個人是覺得蠻大的 你不能靠近他之外呢 你還要想辦法 一球入魂 一球入魂 他動了他動了 好 賭個一把看看 有嗎 欸 卡了耶 難過耶沒中 2 2 3 有點難阿 我個人覺得真的有點難阿 不是我在講阿 太遠了 怎麼辦 我想想抓他喔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抓耶 站到後面會不會發現 唉唷 感覺要被發現了 欸他說不想理我阿 那我站在這裡好了 欸 他不想理我耶 他是不想理我耶 這隻怎麼那麼和諧 他想的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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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理我他理我他理我 我還是直接在野生抓好了阿 反正這裡這麼安全 是不是 我們可以採用這個高低 而且他怎麼 他為什麼不用跑的 他是 他是體力消耗掉了嗎 好吧 那既然如此 我在這裡抓他好了 好 直接現場抓 欸他在咬他耶 我覺得我應該先用十字弓 這應該掉很快 有沒有中阿 有了 可是加好少 這個要跟他拚速度阿 沒關係 就抓你 可是他的血量跟這個麻醉的比例 有點相近阿 感覺有點恐怖阿 欸為什麼這隻走路那麼慢 不會跑耶 這邊新世界的極背傲 是不是都怪怪的阿 一個會 一個會那種就是 跟跟跟 跟牆壁搞GAY的那種就算了 對不對 然後都這一種的 這一種生物也這樣子 不會跑步的極背老 你看看 看起來非常安詳阿 是當機了嗎 沒關係 看來抓你也是非常的輕鬆 只要材料充足 就是非常輕鬆的一件事情 看來抓你近在直尺阿 好 我已經下去等候你 好了 他掉麻醉速度 你自己看 他掉麻醉的速度 奇快無比阿 一個 一個不留神馬上就要起來了 阿不就好在 好在我馬上餵他 你看他掉麻醉的速度 然後增加麻醉其實也蠻快的阿 唉唷大便 撿死專用 你看喔 等下這麻醉完了 他等一下退麻醉 再噴回去 好啦我找你不給我面子阿 靠 原來還在上升阿 難怪 因為他還在上升的關係阿 那他離我們家好像還蠻近的 我們就不用寶貝球了 好又又又生機 那個增添了一個戰力了 欸他真的不會跑欸 等等 這次擊背龍也做壞了 這次擊背龍也不會跑步 天阿 我覺得我還是 我還是用神醫寶貝球裝 嘿哈哈 好煩阿這個 好啦一球入魂阿 3 2 1 好抱歉 再一次 只剩只有一顆了 欸怎麼不能用 怎麼不能用 欸不會用欸 What the hell 阿丟出去的幹 阿重做 反正我還可以做 好吧 不巧沉著 我也是醉了 我也是醉了 我怎麼知道會這樣子 反正就是抓到就對了 不要問我 反正 反正我是醉了就對了 抓到了 非常好 有欸 我們把這隻丟下來 希望丟出來時候他不要像 那個左邊的牆壁那一隻一樣 不然我可是會崩潰 看來生物真的變很多欸 好啦 看來你是正常的 非常好 我該慶幸你是正常的嘛 好 就在這裡不要動 然後呢 我看一下 附近還有什麼阿 附近還有什麼生物 我記得有一隻精英的擊背龍 好想抓 可是 其實他抓他是有難度的 因為精英幾年也知道嘛 光是麻雀就幾十萬了 射個幾劍 只要收到民國幾年才運得了 而且我金屬劍還沒 金屬 我金屬還沒做阿 金屬箭矢 金屬的毒箭矢跟那個複合弓我都還沒做出來阿 所以還是有困難的我覺得 欸真的太卡了阿 我好想要再重置他們一下喔 這都是聚合禮 等等這是什麼 火屬迅猛龍 我想要這一隻 我想要魚翁得利欸 試試看好了 他被圍毆欸 而且還圍不死欸 欸好像我錯喔 他被圍死了 GG 欸不對阿 他咬死他 欸太太王強了吧 非常好 那我可以現在抓他 等他快 等他快把他們咬死的時候 其實也不用阿 我直接把他射暈嘛 然後 現在檯妹上這幾隻 我都把他抽陰就好了 都抽陰你們就好了 好 這隻是我的了 欸不要這時候卡阿 最近真的很卡 有做現在就是差不 就是差很多 喔不是差不多 好了 咬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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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為了你的經驗值 為了你的經驗值 好帥阿 你看 這樣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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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咬 好他把他咬死了 然後他還會升級 我們家有一隻火屬性的 之前想過被火屬性咬死的那種感覺嗎 他有沒有升級阿 這樣子沒有升級欸 那你還是停止好了 說真的我覺得你還是停止好了 而且你這燒傷沒有燃燒傷害 你只是有效果而已阿 有跟沒有一樣你知道嗎 好啦我還是給你一球入魂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怕等一下抓到這一隻阿 我把這一隻給殺掉好了 殺掉這一隻 然後一球入魂 快死了對不對 好死了死了 三 二 一 What the hell 好算了再做五顆來好了 看他這附近應該都蠻安全的阿 而且為什麼你不回血阿 阿我是不是因為沒有跟你吃肉的關係 所以你不回血阿 欸不對阿 我記得屬性龍都是會自己回血的阿 這隻怎麼不會回 天阿 是不是出問題了阿 三 二 一 痾 抓到了 你看 哥的球技越來越熟練了 真的我覺得我可以比汪劍明還要強 王劍明還是王劍明 應該是王劍明吧 直接升卡球丟下去 嚇到你媽媽都不認得 這種球術 蛤 什麼 然後要下背景音樂這樣子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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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游戲boy 你輸了 no 超有戲的耶 超級有戲耶 OK 那今天呢就抓了還蠻多東西啦 個人覺得非常的豐盛 有了麻醉藥劑就是差很多阿 阿不是 有了 有了蟹藥就是差很多阿 吸不吸 咻~~ 啪 然後掉下來 好 往這邊衝過來了 因為我忘記取消他的跟蹤指令 算了 讓他跑回來好了 今天做好生物其實還蠻多的阿 然後到呢 好死不死呢 不長眼下大雨了 OK 那今天呢 我們的戰果就是 一隻嘟嘟 金鷹嘟嘟鳥 然後一隻 這隻看起來超弱的 這應該不是火屬 這應該是地屬的 的那個疾背龍 然後火屬性的 火屬性的那個 火屬性的什麼東西 火屬性的遜魔龍 然後上面又一隻火屬性的鳥鳥 那今天的風勝 今天的戰果還不錯 OK那我們今天就在這裡做個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 或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